好啦 今天要來教學如何輕鬆打洛基 跟你們講一下我這一隻是分身啦 所以技能都沒有學 我會打兩次 我第一次打完我會先退出 再用第二次測試給你們看 我這一隻正常人打洛基應該都已經 至少子技都有學了 經濟有沒有學不一定 那子技都有學 那我就用這個只有後空翻的刺客打看看 然後技能都沒升級 我先示範一次怎麼打 那之後我甚至打的時候 我會稍微把裝備脫掉一點 因為我現在我本身有機體嘛 所以戰力3萬1 正常人打洛基 戰力應該是不會到3萬 喔 全脫啦 可以吧 我把左半邊全脫掉 這樣可以嗎 而且沒有寵物 我們就帶一把弓去打 我們就試試看 帶一把弓去打洛基 那正常的話捲軸能吃盡量吃 被動技能藍機有學嗎 目前我是沒有學任何的被動劇 我本尊也沒學 本尊我的被動技能只有學這兩招 這兩招都沒學 因為沒有打架 沒有特別想去花大錢學 而且我們伺服器也沒有噴這三招 這兩招有噴 這個大概伺服器兩本 這個伺服器只有一本 大概這樣 我都沒學 當初賣6000轉的時候 我也沒想去拉 因為我覺得這幾個沒有特別讓我想學 但是這招我會想學 鷹眼我就會想學 鷹眼跟風力之劍 這兩招我會想學 經濟我更想學 因為它是被動技 攔著這兩招我覺得還好 我真的覺得還好 因為這個要在Bug情況下才會有效果 這個就遠章加3% 其實遠章加3% 以我現在的攻擊來說 我覺得攻守多3%遠傷 那個爆發力也沒有很大 因為攻守的傷害倍率太低了 實在是很難爆出那種兩三千的傷害 你說那個人家進戰 隨便一個就可以打出兩三千 差別啊 我看一下命中 我現在是拳拖啦 我還是比別人高啦 我命中還是比別人高 因為我命中這樣子 一般正常人打到洛基 命中應該是不會到200啦 我叫命中199 也是比一般正常到洛基的人高 因為我要避免掉一些積極的問題 我周極平67% 我必須要把他刪掉 所以我們就維持這個狀態 測試一下洛基 好了 準備啦 洛基教科書 我們先示範第一場 Round 1 正面鋼 基本上配合隊友 好好參與的隊友 現在我是完全脫裝狀態喔 裝備左半邊全脫掉 去測試了 那記得這個後空翻 不要按自動 後空翻讓他用被動 就是你如果到這邊時候 有學後空翻或是學經濟的話 全部都用被動 因為你要隨時閃招 那是閃招用的 你打洛基前半場是可以 放A的 可以靠隊友去幫你彈 靠隊友去幫你奶 到我玩的時候 我會先示範一場就是 一般正常人到這個時候會怎麼打 就是靠隊友去打 因為戰力不夠 那我第二個人在測試 我測試看因為我不知道 因為我當時打也是用隊友去彈 我第二輪測試正面鋼的打法 看我的走位有沒有進步 你們不要看輸出啦 你們就去正常去看那個 打法就好了 基本上前面打小怪的部分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因為這邊就是靠隊友去彈 隊友先開之後 你去幫忙補刀就好了 前面的部分 過場部分就只有 輕的快跟慢的差別 那基本上就是靠 如果你不能扛前面 輕不夠快的話 你就是讓隊友先去開怪 他開完怪之後 你再過去補刀 反正就讓他們先開 那這時候 一般的人可能會學劍羽 有劍羽的話會打更快 我是沒劍羽啦 所以我只能慢慢尻 然後這隻王記得 這隻王你特別注意一下 讓隊友先開 這時候你可以怎麼做呢 你看我看到都紅字喔 他們等級比我高喔 我等級是很低的 這時候你不要打大隻 大隻老交給他們打 你先把牆面不要按AUTO AUTO關掉 先清旁邊小隻的 都清完之後 到時候你在打的時候 你比較有空間可以跑 你不會邊跑邊被小怪打 好這樣打完之後 剩隊友跟他 這時候你就開始CALL他 因為你CALL他之後 他就會回頭CALL你 這時候你就可以跑 如果當時小怪你沒有先清掉 你就會被一堆小怪擠火 因為你會跑嘛 他們不會跑 所以小怪都會被你吸住 就會CALL你 好結束 因為我的機體比較好 所以我打比較快 那正常的話也是一樣的打法 只是你跟我差別就是 我們兩個的清怪速度不一樣 那這隻小王 其實他的技能很好閃 你就射兩界往後拉一下 他的範圍很小 好現在這邊都死掉了 那到這邊的時候注意一下 進場前 如果你對你的操作沒有自信的話 你的技能全部都CD完之後再進去 尤其是補師啊 技能全CD完在進場會比較好 好王開始 畫面拉到最遠 首先不要先開 這是正常人的打法 讓隊友去難 然後你怎麼打呢 記得 當你的技能CD完的時候 幫你後攻翻都CD完的時候 直接過去尻他 按錯了 後攻翻 手中留著最後 王現在標記在我身上了 這時候跑 這時候跑 這時候開始跑 你就打一打開始跑 不要理他 一直跑 等他回頭 他等一下會回頭 打隊友的時候 你再回頭打 可是我現在怕他回不了頭 因為我這次傷害很高 我怕他會一直追我 我可以拉遠一點 可以拉到畫面 轉頭了 轉頭了 精靈施克雷兒 大招一定要跑 不用擔心讓隊友去扛 你都不要動 好他回來之後 你技能CD好了 再尻 再尻一輪 然後這時候跑 這時候再跑 他會尻你對不對 繼續跑 不要理他 他又打我了嘛 你要隨時看 他又打你了 這時候你再跑 拉出畫面外 讓他轉向 他只要在定點放招 拉走之後 極高機率會轉向 因為代表他找不到目標 這時候你再回頭 一樣過去技能CD好 扣去尻他一輪 還是還不是在我們身上 他的眼睛還是不在我們身上 這時候在後面去打他 他開大招了 這時候要跑 炸下來 隊友不會死 放心 這次隊友很坦 這時候再偷射一下 如果真的扛不住 他真的大招快尻到你的時候 你再按後空翻 然後小怪出的時候 可以先清小怪 免得隊友被小怪尻死 現在隊友快沒血對不對 幫忙清一下小怪 那你也不能完全讓隊友扛 你這關隊友是會死掉的 所以又不能完全讓隊友扛 記得這個小王處一定要先打 不然他會把你隊友清光 小怪都清掉了對不對 這時候開始尻王 王剩最後一條血嘛 大概維持這個模式 那一般的玩家到這邊 你跟我親王的速度會差很多 你的隊友可能會殘血 因為我打得比較痛 所以王很快就剩一條血了 正常人打洛基的玩法 主線到這邊的時候 就這樣打 那我們現在出去喔 我們測試一下 硬剛到底的打法 硬剛打法比較不推薦 因為硬剛打法 你前提是 你要先扛得住洛基的普攻 他就算不尻技能 他的普攻如果你都喝不回來的話 你就不能硬剛 記得先到這邊 然後記得要開戰 拉到旁邊去 他會等下轉向打你的時候 你記得盡量把人物拉到這個位置 這樣你可以同時看到兩個 你可以看到小怪出了沒 然後第六招閃招 閃一下 你可以跑 這招一定要跑 這招就算 就算是我被打也都會死掉 小怪交給隊友 小怪都不要打 然後放了大招之後 拉回來 盡量讓他在同個面向 你比較好閃招 你看往後拉 等一下小怪是不是在打我 等一下小怪打我 我是在扣血 跟小怪打 OK 四爆怪拉掉 然後這時候跑不掉怎麼辦 一樣 後空翻一下 閃掉一招 後空翻一下 後空翻就是讓你閃招用的 然後回到這邊 繼續讓他面朝前方 小怪打我怎麼辦 讓隊友去扛 又來了 再往後跑 你就只要往前拉 他的技能都是在他腳底下放的 他現在沒打你對不對 這時候沒打你怎麼辦 就直接打小怪 追你很煩 小怪死了之後 再回頭打洛基 然後盡量拉到這個方向 繼續打他 然後這時候後空翻一下 不會受傷 不會受傷喔 不會受傷 未命中 後空翻閃一招 閃大招 隊友死光了嗎 幹隊友死光 靠北隊友死光了 來吧 後空翻閃招 一套把他帶走 過 好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 你要記得 你要在隊友前 把洛基打死是最好的 如果隊友都沒有的話 他們沒有人可以幫你扛傷害 好結束 兩種示範的 兩種洛基打法 一種是正常的打法 第二種 我現在剛剛那個打法 是比較不正常的 為什麼呢 因為正常的玩家到洛基這個地方 是幾乎扛不住洛基的正面攻擊 那正常人是要用第一種打法 打一下 跑一下 基本上是經典教學 都是靠隊友去扛 好洛基結束 好 開始 先強化 我們這個 強化到 1 2 3 4 OK 各位 虛無統治者手套 加6 誕 生啊 呼 大大功啊 一次入 終於 哇 高階職守 防禦有比較高嗎 我看一下 24 比較高耶 比加8酷寒還屌欸 這是高階職守啊 完全提升 攻速7%命中加3 哇直接屌打 我的攻速還比較多 這4加3 7 我這7加18 我還贏他1%攻速 不舒服 好啦 不解釋啦 洗練 我這個要洗什麼呢 應該是要洗防禦力吧 或是洗迴避啊 或洗抵抗 好 我們洗這個啦 異常狀態抵抗 就是你了 異常狀態抵抗 我沒有變歐啊 一次 不行 不是指這以上 絕不留 我的堅持 完美 好啦 手套畢業 各位 手套已畢業 不解釋了 頂級手套誕生 戰鬥力加200 哇 我終於3萬5千了